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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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這個 Gadget Unboxing 系列 今天要講的是 Logitech G725 它是 G713的無線版 那我就應該 要先開箱 話說 我講過 鍵盤轉Type-C 我就會買的了 因為我已經收舊 這個 Micro-USB的接摸 又說是Lightning的 只要我任何一個產品 可以換到Type-C 我都很不猶豫地換了它 還有一個要趕 那我本身在用這個 G913 的 鍵盤都用了 一兩年了 其實我對它沒有什麼投訴的 我選擇的軸是茶軸 所以是剩下很多 我記得我應該有拍片講這個 Logitech Gadget的 但是我同時是買了 它的Headset Headset已經用Type-C 所以我在想 為什麼它還會換Type-C呢 所以現在這個新的 我就買了這個 G502 上次介紹了 是Type-C 然後它現在出了一個 耳機的 G735 但是 我本身已經Type-C 我沒有要換 而且我其實是喜歡它有Number Pack 所以我一直都九劫買這個 直到我買了一個 Mouse 換了Type-C 用白色之後 我就覺得 這個也買了白色 加上它 其實有些換它的殼 可以換 粉紅色 或者綠色的殼 鍵盤都可以換 但是 都是那句 它都要上網訂購 所以我就想買買好 其次就是它這個 這個 它也是有滾輪 它是每一部分 但是其實這裡 一邊都有的 旁邊的按鈕都有的 那麼 最大分別就是它現在 是由Micro USB 變成Type-C 我現在就可以開了這個殼 還有兩個東西要改 差不多一分鐘 我可以趕完 而且 幸好我打橫拍的 如果不是的話 那麼 就 以索用看 就很麻煩 那麼 主要都用電腦看 因為它也有4K 這部是 不是用Note20 Ultra拍的 你看過之前的影片 之前用iPhone拍 之後用了Note20 Ultra 還有之前用S10 Plus Note20 Ultra在這裡 現在是7.49 5.49 星期日 6月20日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了 這個殼 我買這兩個東西 這些可以買 就是這裡 這些說明書的東西 用過了 不用說 然後 鍵盤放一邊 我打開這個 就是它的Mouse 對 第二個原因我想買它 是因為它有這個 鍵盤的 鍵盤 它有這個 貼紙 我已經有很多個了 我不用再 我都不貼貼紙 我買MacBook或者電腦 我不會貼那些 Apple Logo Biz Logo 什麼 Logic 我不明白 我不是很喜歡貼這些貼紙 因為很難撕 而且很喜歡它金屬的樣子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 這些貼紙 我等我等 我先擠一擠 以前舊的 那個 那個 收藏長一點 現在七日五日短一點 跟它的G50EX 一樣小 它有個好處 就是現在可以放這裡 就可以 塞在 鍵盤裡面 如果要拿走的話 舊的沒有 舊的 當然它也有兩段式 這個也有兩段式 我習慣是最大的 它有四度 小的 就是這樣的 然後 鍵盤在這裡 對了 現在它是RGB 很喜歡RGB的話 可以建議買這個 因為它有很多這些位置 很漂亮 不錯 它可以轉顏色 很棒 我沒有了Numberpad 很不習慣 因為我平時是打馬馬是這樣打的 沒有了Numberpad 所以我現在上網訂了一個 所以 到時候它來得來 我們可以去這個 Logitech那裡 看看Logitech那個 東西 它這個 就 就沒有以前這樣平貌 就變成這樣 挺好按 它跟它MX那隻是差不多 對了 可以 看這個聲音 之前這個茶軸 就 就清脆很多 但是 沒有那麼大聲 這個呢 就是沉一點 但是大聲一點 那我其實 我喜歡這隻多點 不是這隻聲 是這個厚度 它這個薄呢 是方便的 但是真的 有一點 難感 為什麼那個 Logitech那麼難開 現在連接了 今天你看到 它可以 有這個 終於到 是嗎 撕這些 In-install OK If you are using 現在 OK 如果要更新 就是要插線更新 我待會會插 它可以轉 可以sync with 這個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變這個 Wave 不是喔 Wave 是不能升的 Cycle 為什麼不行 一隻這樣 我轉 沒事了 Postpone 它有它自己獨特的 不然它就不能 連 Cycle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行 弄錯 弄錯 YES 好 沒錯 下一步 看看這些 說完了 什麼 它沒有了 它沒有了 欸 我弄一弄 OK 可以fix它 為了同一隻色 就可以這樣 這樣 這個 就 不行 Beathing 也可以 但如果是 Cycle Cycle 是不行的 還是 這個 都不行的 OK 我之後看看是否可以更新再使用 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總之就是這樣 好 拜拜